来看一下今天的外汇内容 1.拉加德表示英国退欧将造成严重的下行风险 2.贝莱德总裁表示全球央行负利率才是最大的危机 3.欧元对美元看涨动力消退 未来前景如何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5日星期五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周五IMF和世界银行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春季会议 IMF总裁拉加德在会上表示 全球经济并未处于危机 市场情绪改善 但全球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再增加 会上他还对英国退欧 负利率政策 以及希腊的债务问题做出了评述 英国退欧将对增长造成严重的下行风险 拉加德表示 IMF将英国退欧的威胁视为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严重下行风险之一 他以婚姻比拟表态 他称 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有长期的婚姻关系 我个人希望这个关系不要被打破 如同所有的婚姻一样 良好的对话会有用 英国将在6月23日举行公投表决 是否应当退出欧盟 贝莱德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 周四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全球各大央行采取的福利率和低利率政策令储户备受打击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危机 贝莱德呼吁各国领导人介入这局面 并实施财政改革以补充货币政策 贝莱德表示 我们已经过于依赖央行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他还强调宽松的货币政策仅作为暂时解决方案 我不会将七八年之称为暂时 我看不出这种政策如何能发挥积极作用 定格指出 我们超过70%的客户都是退休计划和保险计划 我们的客户痛苦不堪 他称债券市场收益率如此之低 以至于我们的客户非常担心 未来将如何偿债 东京三菱日联银行周四撰文指出 美联储释放出更为鸽派的政策信号之后 欧元近期试图对美元走高 但并未能如愿 因此欧元对美元将继续在区间内交投 我与我行的短期估值模式释放出的性高一致 该模式预计欧元对美元相对持稳 并与该货币队去年的平均值1.100附近水平一致 该行仍然认为 未来数月在英国退欧公投之前 该货币队偏向于下行 因为退欧对欧洲其他地域潜在的 负面溢出效应的过度不确定性 要将开始令欧元承受更多的压力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我们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